國際焦點 我們先來看到美國前總統川普 31號是因為封口廢案遭到定罪 被媒體形容是歷史性的一刻 那川普在判決後喊話說表示真正的審判是在大選當天 那華爾街日報前一天則是引述了知情人士報導說川普如果在11月大選獲勝 重返白宮的話 將會考慮要任命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來擔任他的政策顧問 所以華爾街日報就指出說川普已經有跟馬斯克進行過一些相關的討論 說明這是兩個人關係解凍的最新跡象 但是馬斯克在社群平台X上面他貼文表示說 從來沒有和川普討論過加密貨幣 他表示說對於如果川普當選總統他可能會擔任什麼樣職務的問題也沒有進行過任何的討論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30號是在北約布拉格會議當中暗示說 美方可能會同意烏克蘭用美元的武器來攻擊俄羅斯境內的目標 同時這也是俄烏戰爭開戰以來拜登政府首度公開的表示美方最新的政策 不過獲准烏克蘭攻擊的目標僅限於靠近烏克蘭北部哈爾科夫附近的地區 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策決定放寬原先設下的紅線 同意烏克蘭使用美國武器打俄羅斯那再度的表明說挺烏克蘭 而北約國家最近也都紛紛表態力挺烏克蘭使用西方的武器來攻打俄羅斯 不過俄羅斯總統普丁他也警告了西方國家如果介入戰局的話 恐怕會引爆成全球衝突 另外美國他們是軍援了31輛的愛布蘭主力戰車給烏克蘭 但是烏軍有一個愛布蘭戰車組他們最近接受了CNN獨家專訪的時候 他們講述了一系列這個戰車的弱點還有缺陷 那麼前線的士兵還表示說美國愛布蘭戰車的裝甲不夠阻擋現代武器 CNN的採訪團隊抵達了烏東區域可以看到大約是有6輛的戰車就藏在樹林之中 那這批烏克蘭戰車經歷了基戰以沉重的代價學到了愛布蘭戰車的局限性 這批戰車似乎是有基建的問題 像是一輛停在樹下的戰車 雖然是剛從波蘭運過來的但是據稱因為引擎的問題在採訪的期間幾乎都沒有動 那受訪的烏軍戰車兵他們還抱怨說下雨或者是起霧的時候 凝結的水珠導致車內的電子設備就會故障 請發現,様子 Chase的航空 生而然是在水珠導致車內的導致車內的電子設備 請問,歡迎,請搶拋動 請問,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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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咖啡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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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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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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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請,請